我上个月辞掉了 然后我现在把这张钱花掉了 你先拿两条钱就 又给我要钱 最后一次 听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还向母亲伸手要钱 这位男士的表情有些微妙 而这一边 我有事 你得自食其力 你得自己养活自己 我天天忙 忙什么你忙 忙的工作都没了你 我现在还跟谈就是我忙什么 我想买辆车 我赶紧二十万的车 二十万呢 二十万 我哪有那么多钱 从两千块到二十万 男演员的要求听上去 愈加的过分 我身边朋友都有车 就我没有 这种在每个家庭 都曾出现的小争执 似乎不值得人们去关注 这边 要不到钱的儿子 开始愤怒了 我可以去找一份试作 但是你得先给我点钱吧 你就死守着那点钱干什么 我不知道 我吃饭的时候 你总要给我吧 你自己去挣去 我刚辞工作 你不要给我点钱 我这个月也要吃饭吧 空荡荡的餐厅里 回荡着儿子对母亲的高声质问 我刚辞工作 你不要给我点钱 我这个月也要吃饭吧 而母子坚突然的沉默 也让这位男士显得有些局促 她撇过了头 此时 母亲的这一声叹息 听起来格外的沉重 时间像是突然静止了一般 我们让男演员暂时离开 你等会儿 我打个电话 你再等我一下 餐厅里剩下了这个仍在哭泣的母亲 目睹一切的她 会怎么做呢 她有些无奈 有些不忍 但 没有过问 你好 我们是你会怎么做节目组 刚才这两位呢 其实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了解他们的一些心理状况 虽然说我是揭露 有可能就是说 造成一个撑破或破坏人 那我觉得 对一阵家庭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还不好 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 举止这些事情 我们只能说去观望 夏老师分析一下 他这个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这个男人 其实第一个沉默 有一个很重要气氛 就是说 刚开始只有他一个人 说实在 孤单一个人 换做事我可能 也不见得去适合 去敢 去挑战 第二个 那他也说出他的理由 这种东西你怎么干预 这是家务事 而且你不是说 靠一时的引导 就可以改变对方 如果没办法 一时引导改变对方 很多人就放弃介入 其实未必 别人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我们继续往下 拍摄还在继续 正值午餐高峰期 餐厅里已经坐满了客人 再来一个 妈 妈 坐这 母亲的到来 让这家餐厅的氛围 看上去更加的和谐 每张餐桌前 都坐着一个家庭 而当每个家庭 都面临着同一件事情时 他们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的观察 已经开始 我先不给你谈第一个好吧 我还有个重要的事 要跟你说 几句简单的闲谈过后 儿子开始直奔主题 前两个天 我到4S店去转了一下 我开了辆车 我跟老爸商量一下 那车 二十来万 二十来万啊 儿子的狮子大开口 引来了这两位女士的注意 你先借二十万给我吧 旁边的这对小夫妻 也回过了头 你跟老爸退休了 二十万都没有啊 你二十万不是 我也不给你 我们养老金 听到男演员 所要的是他母亲的养老金 这位男士 也不仅扭过了头 和之前一样 面对这种家庭内部的小矛盾 人们似乎并不想介入 给我们就完了 几番观望过后 他们把注意力 重新放回了自己的餐桌 那你现在总要给我点钱吧 但这一次 演员的表演将更加激烈 没钱我这个月 我没有饭吃啊 你总要给我点吧 我告诉你 我工作服掉了 儿子的情绪越来越暴躁 你生了我 你不要养我 你不要给我点钱用啊 怎么这么说 这对小夫妻再次回过了头 你生我 你不要养我 养我不是天均地义的事 已经把你养这么大了 孩子 我现在不去玩 我什么老了去玩啊 他们仍然只是看了一眼 你怎么呢 我们吃饭你一份钱不带吧 你发生一点好不好 儿子还在不依不饶 养老金我会跟爸爸去谈 步步紧逼 你把你今天带的钱 你先给我 我结完账我再给你 人们还在看 你要不拿包给我 我去结账好不好 在听 你今天带多少 你先把包的钱给我 剩下的我结完账 我给你好不好 但是 你给我看一下包 你把包给我 你先给我 我说了我 我到时候这把单买了以后 我把生涯钱给你 面对这位已经暴怒了的儿子 他们会怎么做 你给不给 不给他 你不要抢 我先给我 你先给我 我讲了结完的账 我会给你 天哪 还有有这样的儿子 出口不如啊 男人羞不羞 这位女士 她愤怒地看着这一切 500块钱够钱啊 但又转而起身 离开了餐厅 她会怎么做 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快跟了上去 我们有必要去做一些这种 给她造成一些舆论的压力 我打不过她 我打得过她 我立刻修理她 我们当然能感受到 她对年轻人啃老的愤怒 但另一边 餐厅里 这对母子的矛盾越发的尖锐 那是我给你发的养老金啊 儿子 我说了 钱先拿给我回头 我会给你吗 拿到银行卡的儿子 此时正不断地向母亲 逼要密码 告诉我密码 我先取了回头 我肯定会想办法给你 还在餐厅里的他们 是否会像她说的一样 给她造成一些舆论的压力 现在告诉我密码 这位女士始终皱着眉头 她放下了碗筷 我没时间在这里等你啊 是打算买单离开了吗 男演员对密码执意的质问声 还在耳边 我举一千五 你只要告诉我 密码密码多少啊 多少啊 给了你密码 你还不会取光啊 我说了我就取一千五 他显然很失气愤 但即将离开的他 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一边 我们先去取钱好吧 我总要吃饭吧 这个月 我讲了我就取一千五 前去买单的女士回来了 你告诉我 我这些朋友 现在天天天天来找我 我是一个男的 是吧 我不能天天 可能我这些朋友出去吃饭吧 她再也忍不住了 是你朋友生了你 还是你妈生了你啊 是啊 我妈生我肯定要养我 我现在是没有工作 你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不是你妈养的 现在你妈老了 还要你妈养 法律只有一股 规定养了你十八岁 十八岁以后 没有一股养你 好吧 这家人开始了 义正言辞的教训 说完一番严肃的告诫 这家人离开了餐厅 而此时留在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若有所思 我觉得反正我也要走了 我有必要要说一下 其实我当时也在犹豫 要不要说 我也很害怕 说的时候 我怕他打我 像这种现象还是应该抵制的 像我们年轻人 虽然不能现在给父母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起码不去 不去再去啃他们 让他们过一些舒适的晚年 还是有必要的 对不对 老百姓说的话都很朴素 不扒高 对 很直白的 这个第二个女生呢 她用了一种打带跑的战术 因为发现她平常不讲 但她抓一个时间是什么 抓一个就是比方说 我去买单 我去上厕所 我突然给你丢一句话 丢完之后 其实她是在看回应 如果对方很凶 说你小心一点 什么时候 她可能就不讲话 可是她丢过去发现说 我们这个力量好像相当 她就在抛第二句 再抛第三句 对 我感觉我们好像都没有底气 说我们没啃我老 确实 老实说我现在在啃老 我啃的是什么 啃的是我父母的时间 你帮我点题了 刚才那个就是经济啃老 但其实呢 还有一种非常磨人的啃老 精神啃老 你先给我 有媒体报道显示 相比物质啃老 这几年 另一种啃老方式 正逐渐引发新的关注 精神啃老 在精神啃老中 一些年轻人常把带孩子 做家务等各种责任 一股脑地丢给父母 你这么大年纪了 你要去干嘛呀 需要什么自己的生活呀 你不带孩子谁带呀 使得父母精神压力倍增 无法安详万年 现在同样是这位母亲 但与之争吵的人 从儿子换成了女儿 而争论的理由 也从向母亲要钱 变成了不让母亲出去旅游 这么大年纪 要留什么理由啊 当看见有人精神啃老 你会怎么做 时间到了第二天中午 餐厅里已经三三两两地 有了一些客人 走快走快 反正我跟你说了 你不能去 母女俩的出现 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母女俩一进餐厅 就开始了争吵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位男士充满了兴趣 真的想听故事一本 男士满脸笑意地 留意起了深厚的对话 我哪有时间做呀 我不上班呀 母亲想要出门旅游几天 这成了女儿今天 大发脾气的缘由 那活谁干 你说家里活谁干 你自己干 我不上班呀 我干活 而了解到这一点的 这位男士 显然已经没有了 刚才的那份轻松 听着女儿对母亲 持续不断地抱怨 她有些不耐烦 你问问人家 谁这么大年纪 还跑出去旅游呀 你不就是带着孩子 坐着家务 你累什么了嘞 累什么了 女儿的怨声越来越大 你要不就去跟他们说 不去了 去什么了 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大牛 你还去旅什么酒啊 你今天不就在家带着孩子 我没让你休息 是不是 哎 别吵了 是你妈 是你妈 男士忍不住打断了 这位女儿的埋怨 而餐厅里的这两位老人 似乎也对男士的做法 表示了赞同 但矛盾并没有因此结束 你说这话就过分了 全天下的母亲都像你这样呀 谁不带孩子 你问问谁没有带孩子呀 我上班 我哪有时间带孩子呀 我上班 我哪有时间带孩子呀 走不走 男士显然非常的愤怒 走不走 走走走走 女演员已被她赶出餐厅 接下来她会如何对待这个哭泣的母亲 女儿没真言的我和你说 我们走 不不不 你坐一起吃 你不好意思 不是一起吃 不好意思啊 不是一起吃 你买什么 我去家一个菜吗 不不不 和之前的出离愤怒不同 对待这位母亲 男士的态度非常的温和 谁知道 阿姨做 我们让演员接受了男士的邀请 我就想我自己有自己的时间 出去走走 休息 当男士在安慰我们演员的同时 这边的两位老人也一直留心观望着 年龄有些相仿的他们 对此是否会有更多的感触呢 此时这桌的气氛渐渐清静了起来 我妈妈今年推的秀 我爸爸每年都会带她出去玩 是啊 我也想 我很赞同他们出去旅游 让他们出去玩 就在他们如家人般吃饭聊天的同时 远处的这位白发老人 也禁不住地跟我们的演员搭起了话 你那个女儿啊 不如我这个媳妇 带我出去旅游了一个月 我从那个四川全部走完 走到上海 一个月 上个月 你在这吃也可以 没事 你多大年纪 尽管隔这些距离 老人还是热情地邀请我们这位母亲 跟他们一块吃饭 做一下 多大年纪 一天二十小时和孩子 带孩子 还得做饭 这活还不累的 这活还不累的 我们家做什么媳妇都跟着做 没有什么善良的 该玩自己就玩去 我一开始进来听到吵 我就心里都好难受 怎么这样说话 对于这位母亲的遭遇 他们似乎更有体会 不过 是时候跟他们聊聊了 我认为是坑牢 面向的坑牢 体力上坑牢 虽然你钱不用他的 但你不能不给他自由 他想出去玩 这都不可以了 那怎么行呢 简直等于坐牢了 是吧 我跟你培养大了 我觉得义务已经完成了 那你说为什么刚才 我就是受不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制止 对吧 您父母多大了 我收来岁 他们有没有想过 自己以后退休 之后要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 怎么样都行 我没有权利去干涉他们 他愿意帮我带孩子 以后愿意帮我带孩子 那我很高兴 就这样 你是我的亲生母亲 然后你不帮我 谁帮我 你知道吧 这中间就蕴含着某些情感绑架 你不帮我 谁帮我 你不体谅我 谁体谅我 你不心疼我 谁体现我 对 所以我觉得 这男的只是终止了这个恶意的行为 他只是终止 就像炸弹一样 他拆到一半 但事实上还没有解除 他今天跟他聊完天 回去之后还不是会吵架 本来以为像这个所谓的精神啃老这样的事呢 大家不是那么容易意识到 但其实看来大家都还是挺有态度的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意识到了 但是可能都在装糊涂 子女在装糊涂 父母也在装糊涂 其实还会有不同的反应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夜幕降临 前来用餐的客人已经不多 我们正打算结束今天的拍摄 这位独身前来的女士 走进了我们的拍摄区域 这一次 我们直接把镜头锁定了她 演员急匆匆地入场 并未引起她的注意 你怎么跟我商量一下你就过去啊 我平时跟你说话呀 你都是太理不理的 从来没有回应 你也应该知道 我每天工作这么累 回来还听你叨叨叨叨叨这么多 小小的争吵 让她不禁回过了头 我什么时候知道你说你要去旅游了 而身后母女间的争论还在继续 你不要我钱 不要我 这个是最本 我也知道你们需要怎么 可是我钱存在那里有什么用啊 女士留意起了她们的对付 我没有时间出去用钱 我整天24小时 你整天跟我说 你这么大年纪了 你要去干嘛呀 就是因为我这么大年纪 我想有我自己的生活 谁 哪个家里的妈妈就像你这样的 她似乎有话要说 你这么大年纪 需要什么自己的生活呀 你反正退休了没事 你不带孩子谁带呀 女儿的态度越来越蛮横 你别说了 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这么大年纪了 你也没工作了 你不带孩子谁带呀 她看起来有些坐不住了 我们都有工作 你还一定要出去外面 你不做家伙谁做 我们都有工作 你还一定要出去外面 她会怎么做 谁谁家妈妈天天讲的 想要业余生活呀 老年人就不需要这些 老年人就不需要这些 她叫我服务员点起了单 是不想过问身后的争执吗 啃老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别说啃老 你一提啃老什么意思啊 我要你什么钱了 我要你车要你房了是吧 不一定要钱就是啃老啊 别再说我啃你老行吧 我要你什么了我要你啊 你这么大年纪了 大爷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听到女儿如此激烈的言论 女士再一次测过了身 你现在还要什么精神生活呀 不是你一个人这样 所有的妈妈都这样 就你一个人委屈啊 她走了过来 别的 她似乎在小声地劝解着 这对母女间的矛盾 我妈妈也帮我在想 但是我觉得 不过你们心情绪和谈谈 真的没有关系的 我天天工作 你有买着孩子我看不了 我跟你讲啊 其实大人其实都是很体谅小孩的 都是怕小孩 因为带小孩 或者因为别的事情 影响到你们的工作 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过来的 人都是这样的 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 我其实也没有时间管到我的小孩 但是我妈妈 也是那种很愿无悔的 我心里是很愧疚的 她也没有跟我提任何的要求 但是我今天听了 你妈妈在讲这个事情 我就知道 其实老人家心里都有想法的 女士耐心地劝慰着我们这位霸道的女儿 身为过来人 她有自己的经历 其实妈妈就是只一个 我可以这么说 我现在只要说 就是认为现在可以利用 但是万一你失去了 这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了 你当然去找妈妈了 就是说 母亲在这里真的是要尽孝 万一哪一天没有了 所以说我现在 只要我有时间去干嘛 我要去帮我妈妈 虽然有时候我妈 不会让我死不过事 但是怎么讲 人在一起 比如说亲人 说到自己的母亲 女士有些难过 她有些哽咽 真的我希望小妹 心里怎么讲的 母亲真的是 忙碌的餐厅里 有人欢笑 有人哭泣 也有原本素不相识的人 互素心事 相互安慰 既是母亲 又是女儿 她有自己的经历 于是她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其实也没有时间 管到我的小孩 但是我妈妈 也是那种很无悦无悔的 对于我们设置的疑问 你中大年纪 需要什么自己的生活啊 你不带孩子谁带啊 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她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从今天我就觉得 我们是做出梦了 我自己我也经常出去走一走 我心里不出谷 不开心 我也会到外面去 散着心干嘛的 但是老人家肯定也需要这方面的 其实 我妈妈也是想出去走一走 但是一直被小孩惨了 到现在都没有出去走过 我有时候会说 我说你干脆跟我女儿一样的 那个书家的时候出去玩 她就舍不得 她也舍不得 你想出去走一走吗 是不是 我可以讲 真的等她 如果再年纪再大一点 这个想法可能都不会有 现在趁着能走的时候 你出去看一下 或者跟姐妹们去一下 都是可以的呀 就是应该的 其实我想回来家我妈 我就是让她出去 她可能都不愿意出去 现在就每天 在外面 转捏一下身体啊 回来就用一下饭 每天就是要挂机 家里的人饭 一定要回来弄饭 她也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每天就是要弄饭 温暖的灯光 田径的餐厅 他们聊了很久 在后台的我们 也静静地听了很久 在他们聊天的一个间隙 我们悄悄地上前 结束了这次拍摄 因为我在这里坐了几分钟 我听了她女儿 如果是女儿的话 她对妈妈拍桌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很难受 我觉得作为女儿 不体谅母亲 然后就是说还这样对母亲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应该 因为我们都是做母亲的人 就是将心比心嘛 我就说我妈妈帮我带小孩 我们自己要工作在外面 所以说很多的应该自己负的责任 全部都给了妈妈 给了父母 这一点我很愧疚 其实我并不是想要 质责什么东西 我只是想用我 我的感觉来告诉她 不应该这样对妈妈 我还是觉得 我应该过来说一说 哪怕我就是 并不能劝和你们 并不能打动你们 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就想告诉你们 你是错的 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有没有这种感觉 实际上这个女孩 实际上她还是 并没有从更高层级上 去驳斥 去斥责这个女孩 恰恰相反 我们的演员 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 掩活了她自己 她需要这样一个场合 来讲述她对于父母的 不够体贴 她来讲述自己 对于这样的情况下 她所带来的触动 但是最重要 她是想告诉别人的是什么 你看我都已经在改变了 你像我一样不晚 回去就行动了 哎呀 这是个很好的结果 我们接着看 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些碰撞 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答案 晚餐十分 餐厅里再一次热闹起来 反正我已经说了 你不能去 你跟人家说好 你跟我商量了吗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我跟你说过了 你说什么了 你什么时候说了 母女俩的这一次争吵 比之前更加激烈 强势的女儿 再次因为带孩子 做家务这样的理由 捆绑住母亲的时间 不让其出门旅游 你说的是真的呀 我什么都不去 你车去这么多干嘛呀 而身后的这位男士 悄悄拿起了手机 你别在这儿哭哭哭 多委屈似的 去不了就是不能去 女儿的不满声越来越高 孩子不管了是吧 说好了你不跟我商量 你就自己带自己 我是不工作了 似乎没人愿意 进入这样的家庭争吵 矛盾进一步加剧 你干嘛呀 我还是去 我跟你说这么大话 你去干嘛呀 你给我坐下 你让我去 你去干嘛呀 孩子怎么办呀 谁带呀 别在这儿 看你干嘛呀 女儿拂袖而去 反正我跟你说 你就在这儿不能走 就在那儿 面对孤身一人的母亲 她会怎么做呢 她耐心倾听 就是我见她太累了 我不想去 休息两天 但是 柔声安慰 你怎么能操心一辈子 甚至准备亲自送这位 素不相识的母亲 你家住哪儿 我跟你说 我跟那个小区的 这个阿姨 就说好了 就在气氛开始变得温暖时 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回来了 那你现在我给你生活的暂时 是想去吗 你怎么了 你女儿回来了 她抱怨我怎么样 没有 你走了 她一直说你们对她挺好的 她就是想出去 三两天心 她整天我要精神生活 你说这么大年纪 她还是需要什么精神生活 男士始终态度温和 对母女双方都充满了理解 人总是有点追求 吃饱了 老年的一个人在家也挺多 她一直在努力地 想化解母女之间的矛盾 但是 母亲坚持想完成旅行 最终 激怒了女儿 你怎么走呀你 你走什么呀走 你 我都跟你说这么一大话 你怎么还是要走呀 你把包给我 卧下 走什么呀走 你卧下 而女儿这几番粗暴的推嗓 则突然引发了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你好 对不起 那个 你怎么能对你妈妈这样啊 你没有饶的时候啊 你那个呢 那个菜 还有豆 还有豆 你妈大浪也跑过来帮你带孩子 你就这么对她 我代表天下 你就今天就这么教训你 你不说也得听 还生不你这样的女儿呢 还有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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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先生准备离开餐厅 我们中断本次拍摄 我觉得没法沟通了 我帮不了忙了 碰到这样的女儿 我觉得没办法加烈 问问自己良心 谁都有老的时候 给鼓鼓掌 给人的男生 我觉得 对 有血有肉 你看他 他提到问问自己的良心 这个时候 他所感受到的良心 和女儿感受到的良心 可能不一样 对 其实你看啊 感情他讲了 道理他讲了 太暗而起的也有了 我觉得这个是 挺丰满的一个小伙子 对 我觉得他最后那招 套句话就挺爷们的 对 我觉得他可能是属于那种 爆发型的情绪 但是前面不是压抑 有些是压抑爆发 他不是 他一开始 我先礼怎么样 后兵 我先好好跟你讲 讲劝不听 我觉得最主要激怒他是 他女儿动手了 对 内幕进入他 就已经突破底线了 对 因为如果 我相信如果女的不动手的话 他也不至于拍桌子 最多讲回去 所以说这个男士呢 一开始这个挺温和 他是希望达成一个良好的沟通 他是希望帮大家疏导 其实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 更好的介入方式呢 拍摄开始 这是一位20岁的姑娘 今天是他与这个男孩的 第二次约会 他不会想到 原本浪漫的晚餐 却会遭遇一个巨大的意外 庞桌这个30岁的男子 正在步步紧逼的向母亲讨要生活费 我不问你要我问谁要 你生了我 你就不管了 就杀手不管了 你不要养我 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 会怎么做 庞桌这个母子俩的矛盾 开始计划 我不就是现在困难一点吗 你今天这个账怎么结吧 这账我结吗 我说了我结 你拿包给我 不给 我就拿几百块钱走可以吧 不可以 账我来结 不行 你等一下 你给我 女孩闪躲着离开了座位 剩下钱我给你哈 我 餐厅的气氛再一次紧张起来 我是你儿子 我不问你 儿子的步步紧逼 让人不满 给我密码呀你 震惊 密码 气氛 他们会怎么做 你还不来做 你给我 你把包丑 而他 闪躲之后 为何再次造进画面 这个儿子 面对眼前哭泣的陌生人 他们 说了什么 很难过的 录制现场出现突发事件 节目舞台意外曝光 他 为何直闯 你别拍我 你会怎么做 广告回来 精彩继续 你今天这个账怎么结吧 欢迎回到你会怎么做 上一节中 等儿子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让我来 人们显得有些几乎不错 我就拿几百块钱走开吧 你等一下 你给我 女孩闪躲着离开了座位 剩下钱我给你哈 所有人都注视着这一幕 人们有些震惊 我给你哈 但中智还在继续 就这样卡上 讲了你这笔钱 你先给我花一下 回头我给你 OK 面对如此气势汹汹的儿子 人们的反应 显然有些惊慌失措 我这个月送费了 你再给我一千五 女孩有些害怕的 看着这一幕 我们就取点钱好吧 气氛有些紧张 我们让男演员暂时离开 你这儿等我哈 她们 会怎么做 有人还在思考 有人恢复了喜悦 人们各怀心事 却又不知所措 这个女孩从画面外 走了进来 她安静地坐在这个 哭泣的母亲身旁 听她诉苦 我退休几年了 就是这个儿子不成妻 给她安慰 我都不知道 不理她就够了嘛 你就让她 看着女父 我也挺难过的 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 女孩不知该如何 可抚慰这个受伤的母亲 好像只能这样静静地 坐在她身边 握着她的双手 听她伤心的哭诉 你真是很痛啊 还能做些什么呢 阿姨你拿个电话给我吧 我现在可以跟我打打电话的 我就在这边上班 是的 你拿手机 我都觉得 互相留个电话 一起吃 一起吃 我们一起吃 邀请她一块儿吃饭 两个年轻人 热情地给这个陌生的阿姨 摆好了碗筷 微笑着聊天 喝多水再吃饭 给她添饭 给她夹菜 陪她聊天 会好的让她出去碰碰 哥哥碰碰会好一些 可能就是她要钱你们都给 然后这样养着她坏习惯 看起来其乐融融 宛如一家人温馨的就餐情景 让人不忍去破坏 但我们真的特别想上前 也如家人一般地和她聊一聊 我们聊好天 我看你还邀她 给你过来一起吃饭 为什么 我虽然不能帮她什么 但是至少能给她一点温暖 看了一期间你还问 阿姨要电话 是常给你打电话 我是真的挺喜欢她的 我当看她哭的那一下 我心里真的蛮难过的 然后我就说 常给她打电话呀 我就可以安慰一下她 说实话 虽然我说我才二十岁 但是我不会找我爸爸妈妈要钱 你有想过以后 给父母什么样的事 就是平淡一点嘛 然后一家人 就喜欢一家人团聚 就是这样 天天可以在一起 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我心里开始就在想 这么漂亮 妈妈怎么封那个这样的儿子 没事就好 我只是给她点温暖 这女孩这么说的 温暖到底有多重要 温暖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我们说 白天黑夜有多大的一个差别 是一样的 我觉得人们之所以 能够邀请母亲 他们觉得这是真的 我们要给这个 我们在旁边看到的真实的人 一些正常人 应该有的一个慰藉 我觉得她这个动作 能不能改变她儿子行为 不能 可是我觉得她起一个 雪中送炭的作用 也就是说 这个妈妈呢 虽然不能改变外在 但她心里还是需要一个能量 在燃烧 然后她儿子是消耗她能量的 消耗她快乐度的 如果这时候外面有一份爱进来 有一份能量进来 至少不绝望 至少她不绝望 至少她可以靠着这个碳 可以一直烧下去 如果今天没有人送这个爱 然后这个儿子就太过分 哪天碳火烧尽了 她可能会对生命会觉得绝望 甚至很痛苦的在活着 所以有时候感性的力量 还是要说的吧 两天的拍摄结束了 阿姨你给我电话给我吧 请她可以跟我打打电话呢 而就在我们回到导播间 共同分享着这份感动之时 女孩儿却突然闯了进来 她似乎还有很多未完的话 要跟我们的演员说 她向询问母亲的意见一门 小声地聊着 和男孩儿的这次约会 然后我就把意思就是 我把意思好 就是我也挺风格 好能意见用心的 因为我爸妈 我很难听我爸妈妈的爱 就是我待不喜欢 就是我妈妈的爱 那样子 不过我是觉得 你真的挺善良的 她也挺善良的 我就不知道 你们的情况 你心里怎么想 她心里怎么想 反正我觉得 只要两个人 心里的心里都是善良的 那就可以了 要是有这个女儿 我就前世修了福 还爱人 欢迎光临 一家安静祥和的餐厅 一对母女 一定要等妈妈回来 不能乱跑啊 一位落单的孩子 一个心怀不轨的陌生男子 一起疑似的拐卖儿童事件 但是因为我不带你出去 我不认识她 不带你找妈妈好吧 走看一下吧 社会是一面镜子 我们看到的是 一群素昧平生的普通人 你干嘛呀你这是 你干嘛呀这是 不要跟他说话 不要说不要说 而在镜子的另一面 三位丢失孩子的家长 不同的人生 相似的命运 我那一三天就后悔在这 这个上面很好 我一听到这个事情 我的眼睛就多点钱了 只能在那里 多了我少 我要去找单亲 会不会 你吃了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